今天是咱们一个人的生意这道课的最后一节课 我想通过这节课对前面内容做一个总结 做所有的项目之前一般来说就是一定要想清楚再去干 很多人都在关注一个项目是怎么成功的 你却从来没想过怎么从零到一 你看我来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在于说 哇哈哈建立宝 包括大家现在能想到所有的企业 甚至于你村政的企业 甚至于你某一个卖豆腐的小摊 卖煎饼果子的小摊 卖肉夹馍的小摊 他的第一单是怎么来的 有没有想过 他在完成第一单之前从零到一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这是很多人不去看 你看那个谁 那个张三王李四 你看人家赚钱了 做什么项目赚钱了 我也干吧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人在赚钱之前那么长时间 到底走了什么样的路 他的第一单是怎么来的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然后你就去忙不干 忙不干完之后 他发现也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你要想清楚他这个第一单 他最初这么艰难的那个日期是怎么来的 我想跟大家先去讲明明 这是第一个想提的话 第二个 做生意有一个词叫做熬 你一定要熬一个过程 你开始就一个人势单力薄 你开始就势单力薄 你开始就 做什么 你一个人行吗 你可能只能做这么点事 然后你就看 你看那个公司 我天吊爆了 一个人公司做了好的好了 我一个人 他一个公司 你拿一个人去撞公司 你干嘛呢 第三件事 我每个月月薪五千 我天天在想一个五万的事情 一个十万的事情 十五万的薄薄薄的人和十万月薄的人 该考虑的问题 你都没到那个层次 没到那个格 你考虑那个干嘛 但是你不能放弃 自己从五千块钱 变到五万块钱 所以说这是我想 为大家在做生意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采访那么多企业家 包括那么多做生意的个体 这些老板 你能说他们不敏锐吗 他们不愿意转型吗 好那么容易转吗 天天在 你看这个企业家 这个老板 你看那几年发财了 现在不发财了吧 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那人家发财的时候 爱你什么事了 不发财的时候 又爱你什么事了 对吧 他做生意有一个 有一个上升有个下降 就是做生意 必须经历的阶段 你天天都发财吗 不可能 所以说一定要给 所有做企业的人 或者做生意的人 要给他们一个 非常尊重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基本论 那既然要有熬的过程 要有成长的过程 要有增长的过程 要有失错的过程 这是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把你的错误 犯在前面 在前一把该犯的错 全部犯 最后就是这一个词 就是坚持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 你现在可以掐着你的手指头 你算算 你都做过什么项目 你可能做过微商 你可能做过电商 你可能做过 哪件事情坚持下来了 这个项目的周期有多久 我还是那句话 在项目开始的时候 你要盯的是什么 你叫做产品够牛逼 你这个产品在你这个层 甚至于在你这个线 甚至在于你这个箱 它都很牛逼 你先明确这个东西 然后我从线相 我一段相线 我一步一步往上打 蒙粹包围城市 有什么错呢 人无我有 人有我有 你看比如说描述页 你的描述页和我的描述页 和他的描述页 咱哥仨做的一样 但是我通过分析你们的描述页 和你们的评价 我知道了 我还得盯着这个 我还得盯着那个 我还得盯着他 我还得盯着他 我只要我的描述页 比如说你的描述页里面 你的产品评价里面 有八个人 有一百个评价 八个人应该说 你这个锅拎得太沉了 有六个人说这个锅 这个容易变形 那我在描述就说 非常轻 和一个手机的重量一样 然后非常耐摔 摔十次没问题 你把这样的话给加上去 不就行了吗 所以说我希望通过 最后这个一个东西 给大家整个一个人 生意这条课的 用到的思维逻辑方法 是你能够把这个东西 灌输到你要做的项目里面去的 你要花三个月时间 甚至两个月时间去考察 你不要着急 确定好这个事情 拿再做三年 做四年 你别考察了 一天 干了一年 一回头 什么都没干 你瞎忙活 何必呢 所以我希望通过咱们这整一套课 希望能够把这种理念 灌输给大家 你在做生意过程中 要有一整套的理论 要有一整套的方案 而不这么忙不能来 好了 那么在最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关于一个人的生意的记录票上线 那么我们会记录每一个人 比如说这有一个阿姨做见面果子 她早上六七点起床 出去摆摊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这个把艺术钱 今天赚了三百块钱 很开心 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 在记录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的这种点点滴滴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去寄予的一个厚望 希望大家通过这套课 你别光听 你干 好了 那我们这个一个人的生意这套课呢 全部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智能圈的支持 再见